本赛季MVP已无悬念 岳老师将第三次拿下MVP 媒体爆料目前里无出16名MVP投票 岳老师获得13张第一选票 随着本赛季MV长规赛结束 每年最激动人心的MVP即将出炉 而目前独行侠队的东西棋 雷队的亚历山大和决定队的约记棋 无疑是长规赛MVP三大热门人选 而值得一提的是 每年MV长规赛MVP将会有100位 美国和加拿大的体育记者或者电视评论员 通过投票选择 更美人都可以写出自己心目中 本赛季常规赛MVP的五大人选 并且按照第一选票 第二选票 第三选票的顺序一起类推 之后由NBA官方回收这些选票 按照第一选票10分 第二选票7分 第三选票5分 第四选票3分 第五选票1分的方式进行相加 其中得分最高者当选本赛季MVP的最终人选 而值得一提的是 近日据美国媒体透露 目前已经有16位媒体人的选票露出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有多达13位媒体人将第一选票投给于迪奇 而压力山大则是获得了两个第一选票 东西则是一张 不得不说按照这样的趋势 今年于迪奇势必又会拿下成为3MVP 他将会上演MVP的猫子戏法吗